重回基隆北寧路朝近公園入口 崩塌了山壁 加固工程持續進行 明明是逆向波 卻罕見发生了大面积土石崩落 经过整理的山坡表面 恰巧被增设的排水线上下一分为二 工程状态反应的部分照应推测 毕竟边坡的下方 恢复人来人往 滨海公路想要绕道也索费不资 防护工事在这状况之下 没有半点软角的空间 团队把握天公作美 做最好的准备和最坏打算 增加了监测仪器24小时监测 那我们监测仪器是用全自动经纬仪 随时每15分钟扫描每一个固定点 来确定说它是不是有相关的变位 另外呢我们也装倾斜剂 来同时反映出地层 有没有进行一个倾斜的变位的动作 有它的变位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提醒两边的保全人员 将车辆阻挡 事前预警胜于事后抢救 因为被天灾摧毁的混凝土墙 也是人车不可承受之重 因为不是说每一次的台风地震 一定都要发生灾害 那当然要看是说 它地震发生或是台风发生的 这个位置是在哪里 通常你会产生生命产生安全 当然或是说你受伤了 或是你甚至我们讲的居民甚至死亡 都是因为建筑物的倒塌 可能建筑物没有状况 是因为你本身的附属设施 比方说有柜子或是说相关的一些重物 可能在这个倒塌 就是说地震摇晃的过程 你是被砸伤的 天灾不等于生命财产损失 会危及人命的多半是充满弱点的基础建设 零四零三强震过后一个月 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 国家公共行政与治理学院的院长 波斯在国际论坛上 以2009年永西兰七点八强震 却没有造成重大灾情为例 点出了地震不会杀死人 建筑物才会 因此从避灾到减灾 除了要为失败做准备 更要从心态和认知开始调试 那因为凯米台风可以发现到 它来然后给我们高雄地区 带来比较强的这个降雨 我们降雨已经超过你下水道 设计的那个门槛值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造成淹水的风险 降雨它在陆地上会降雨 那水要排出去 可是台风也有爆炒 它会造成海水倒观的影响 那沿海比较低滑地区 就容易造成淹水的风险 再以凯米台风为例 受强降雨重创的 不止花东交通 还有都市排水工程 一连三天台风架 冲击社会跟产业 反映的是基础建设和应变机制 目前还难以消化更强灾害 因为我们工程师 都是根据历史的经验 来累积我的设计参数 那现在随着极端气候的发生 到处都发生所谓的这个降雨 是在短期内降下一年的降雨 产生的灾害规模 它的频率会越来越高 它整个受灾的程度 会超乎我们当地的政府机构 所能容售的一个程度 不过气象风险相对还有预测空间 单从2024年整体状况来看 地震的应对和善后需求更颇切 我们常常讲说车子需要体检 我们人需要体检 那我们的房子老旧了 为什么我们居民或是民众 他不能有这个防灾意识 甚至把这些观念 尽量把制度化 让民众能够听得懂 也愿意去改的话 那这样的话 这个部分就是政府所要做的 房屋的耐震设计规范 跟公路总局的桥梁耐震设计规范 跟台铁局的铁路桥的耐震设计规范 这三个规范是不是一起修的 国土署的都市计划的防洪设计 跟农水署的防洪设计 工程师设计出来雨量强度就不一样 所以台湾像基础设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跨域整合 气候环境巨变的现在 人定胜天的观念 或许得先抛诸脑后 需要强化防灾韧性的 也不只是工法 还有社会整体机制 TVBS新闻罗斯鹏如红昌 徐坤山夜府台湾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